为了替板桥的福州地区争取捷运板南线的支线 让这里的居民也能够有便利的大众捷运系统 新北市议员刘美芳举办捷运福州西昆支线公厅会 请来新北市捷运局代表与会 这一区交通建设能够让捷运到达福州地区 远东高尔福球长的位置 他就在华东街上面 华东街非常小条 我们刘医员非常清楚 他那个地方设置一个站 他的考量到底在哪里我完全没办法想象 为了加快捷运新建的计划 刘美芳议员建议捷运局将五谷泰山轻轨延伸到福州地区 只是捷运局提出的五谷泰山板桥轻轨路线图 让道产参与的里长还是觉得规划路线不够周延 顾得了福州地区却是不顾西昆地区居民的权益 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公厅会 就是征集板桥捷运福州西昆支线的公厅会 但是我们没听到有关我们的贴困的事情 那我们西昆的路线真的不晓得在哪里 那希望说下一次在开这种公厅会的时候 把我们西昆的路线规划出来 早期他们在规划路线都会出来 什么路什么路做评估你们的工程财务财务 评估可行性 这个做嘛 那我这样看好像是很笼统 那再来呢 既然是你看这个红布条是什么 征集板桥捷运福州西昆支线公厅会 我都没听到我们的轻轨会设在西昆什么地方 捷运局表示西昆地区将会有万大县经过 倒是福州地区急需大众捷运系统 碍于现实层面的考量 其中包括跨越大汉系的部分 有一个福州桥 跨河的工程困难度非常高 捷运局不会延 目前还没有这项规划捷运支线的计划 还没有进到很细部的财务规划的这个阶段 就来听大家的意见 来做报告 才会刚刚里长觉得说 好像没有很明确的站位啊 没有明确的路廊 只是初步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方式 大家听取大家的意见来 跟后续的规划可以做一个考量 所以这个只是第一次一个开始 跨大汉西这个部分 又有一个福州桥 那大汉西福州桥又有很多引道 那其实上跨河 那其实河的两侧本来防洪的怕淹水啦 所以其实跨河本身就是工程困难度会比较高 如果捷运支线施工考量多 是不是可以改成轻轨计划来代替 捷运局表示将进行规划 另外捷运工程要考虑的 还包括财物技术等等问题 看来福州地区的民众要有好消息 还要多等等 苏维天空新闻板桥报导